Everybody hold on, see our trees 最近我看了一些新聞報道 發現了這個淡多了一個黑洞 發現了兩個黑洞 這兩個黑洞比平常的黑洞大很多 看到大很多之餘,還要大過太陽的一百億倍 一百億對別人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大的程度是一個天文數字,果然是在天上 大過太陽的一百億其實是 我們看新聞這樣說 其實反過來看 人們覺得洞是一個大範圍裡面 一個小的空洞 我們稱為洞 但如果當洞是大過本身那樣的東西 其實這條是路來的 你有沒有想說的? 它不是一個洞 簡單來說,這個黑洞是一個天空 你看上天空,太陽就像一粒雞蛋那樣大 有一百億粒雞蛋加起來 有個大在天空中 所以整個天空就是那個 所以它再不是一個雞蛋 它再不是一個洞 還有一個雞蛋 它是一塊雞蛋 我們是一塊錢 我們是一塊錢 我們是一塊塵 塵到沒有再塵 但黑洞是甚麼呢 我聽也不太明白 類似那些 直接接入那個洞 然後… 不知道 所以這方面,應該要問問一些專家 不如這樣吧,因為我看完這宗新聞,我真的很想了解多一點,不如找一些專家出去 因為其實不是要大家去到擔心,但其實不斷有人說世界末日、黑洞 都很想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又成為了傳說中的一些報道裡面 會催谷這個世界末日快點到來的其中一員 其實我們人類一向都是,我們做這麼多污染 我們對這個地球是完全沒有益處的 那麼霍金說,你越去探索外星,甚至會探索外星人 就會隨時惹來一些殺生之禍 最好不要搞它 我覺得是陰謀論,其實我認為大家早已談好了 他已經跟他們談好了 很熟,很熟,很熟 即是說,我本身跟科林很熟 然後有些人說想查科林那些東西 你真的不要查,你查科林那些東西,你自己招致殺生之禍 其實我在保護科林 難怪不得是對 譬如說,你不要查科林那些壞事出來說 是啊 你說得多的話,那些壞事在你自己身上發生 是啊,你小心一點 基本上科林就散播這個謠言 讓人家… 科林本身就真的很壞 是啊 所以他叫人不要查這麼多這些東西 是啊 會不會是這樣呢? 人是需要有求知的嘛 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 即是人沒有理由是明明是不明白 都不去求真實的嘛 我是這樣想的 我經常認為呢 即是你與其去證實有沒有外星人 有沒有UFO 不如你告訴我 你怎樣證明它沒有呢? 這麼多個案子 這麼多見證的個案 是啊 蜜田圈那些 是啊,你解釋不了的嘛 對嗎 待會試試找一些專家 我們這些都是井底之蛙 我是井底之蟲 你吃我啊 你高一級 我井底之細菌 好嗎 那我吃回來 是 那待會出現那個是什麼 那個井 那個井 一位物理學家 一會將會跟我們講講 不斷有的新聞出現 我也是想說 無論是什麼都好 我們珍惜我們身邊擁有的在一起 對 今天也不知道明天是吧 記得珍惜啊 波南 我會換回電話的 那個面子的了 弄壞了 珍惜它 不會再弄壞 其實它是誤解了很多東西 其實它是 有它啦 永遠都教不通 這個人 大 魚 魚 我們剛才說 有這個黑洞 有我們做人都要尋求這個真相 沒錯 我們不懂就找一些比我們更聰明的人 是 在我們身邊這位朋友呢 不如介紹一下 那個就是 拆解王 埃石 拆解王 哈囉 埃石 喂 你好 平常在家中 喜歡拆的遙控 還有DVD機出來研究 是的 那些拆到 堪不回來的 深水埗很多拆解王 咬了解 其實 埃石其實本身是一位物理學家 真的拆解王 拆解王 千萬不要說物理學家 這件事 我不是家 物理專家 好嗎 可以 可以 有甚麼分別呢 我想問你專家和物理學家 那份工作是做物理學的事 有的 埃石的車和周星馳很相似 是嗎 加這件事 是要發明到 那些東西才叫加 但是物理是最難發明的 但是你本身是讀物理的 是嗎 是的 即是對物理讓我們認識心 絕對是 確定是 究竟是亂說的 還是甚麼 我繼續問問 不過也有可能是亂說的 你讀得的其實也有原因 再加上你本身喜歡的東西 其實 拆解王 拆解王 拆解王就是來自萬有引力 即是說 所有物質都會互相吸引你的 越近就越吸 越吸就越大力 接著就會越近 接著吸就越大力 接著就會越近 接著就越吸就越大力 接著就會再越近 像不像周星馳 像不像 越近越吸就越大力 譬如我看到一顆水點 有兩顆水點 我看做實驗 慢慢黏在一起 是不是這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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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樣 萬有引力其實是很小的 就是力 水點會黏在一起 是因為它有政府的電荷 所以會黏在一起 哦 我們可以製造一個空間 然後製造一個黑洞出來的嗎 只要你一個太陽 是比我們現在這個太陽大十幾倍的話 那當太陽 燃燒了它的火 接著就沒有熱力 就是它撐著那個力就沒有了 那就只剩下吸力 是 然後太陽原本的物質就會越黏越賣 就越黏越賣 就越黏越賣 那即是我們現在看到新聞 看到報章 寫出來的 這個大 比接近太陽一百億倍的 這個所謂的黑洞 是未必是黑洞 那即是 噢 有些人會說 銀河是核心 是一個很大的黑洞 嗯 嗯 那你認為呢 即是 如果 如果是有很多太陽 它就 衰老了之後變成黑洞 然後黑洞黏起來 變成很大的黑洞 噢 即是可以幾個黑洞走在一起 變成一個大黑洞 即是 黑的人走在一起 你就真的超黑的了 是啊 黑中黑 即是 衰的東西走在一起 就衰弱了一堆 越衰怪得知 但是這個 這麼多 黑洞走在一起的黑洞 科林你已經是一個黑洞 如果 科林你明明明 我在問Isec 我絕對不覺得 我會黏在科林那裡 我沒有這個吸力 我會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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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黏在一起 我經常黏在科林那裡 即是 什麼 越黏就越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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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哦 那如果 真的吸進去的話 例如 他吸了月球 進去的話 那 那會怎樣 祈以外生 再見 在另一個以後 飄出來 我相信 阿拆解王 也拆解不了這件事 因為他都沒有真身感受過 但如果這個黑洞 真的 大於100億倍的黑洞 真的來了 到底我們是世界末日 很想知道這件事